各位南岛鄉親,大家好,我是丁桂竹 歡迎收看今天四月齊山禮拜六的南岛新聞 雖然超頓頓北南國修學生的人數沒有坐 但是對平衡鄉修學教育關乎一樣是很重視 這樣學校的運動中、勞骨盤順後 向中央進出經費來改善 最近館長臨民陣特別親王學校 嚴守十天後的評審 真開心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生對 劉仲完畢的鋪路使用到車過13年 臉民館生千里以外 在這裡取是手機的孫海鴨長 經過看護鄉校學部進出經費 該成為超臨電被拿高速的運動中 烤起來不會像以前那麼硬 然後以前的跑道是用沙子鋪 然后现在的是用橡胶颗粒 然后颜色也比较鲜明 现在整个跑道做得非常的完美 今天现场来实地了解 同志带我们小朋友 马文军立委还有唐晓温议员 试跑这个运动场 这个品质是不是做得很好 这项改成工程 到了教育部補助到156万 管府自己来丢逼到40万 好感谢到鼓励 在同时就偏向后还建设和教育输求 小朋友在这个地方运动 就非常的安全非常的舒适 那我们学校也申请了夜间照明设备 这边社区的洗肩 晚上来我们学校看到这个操场 也非常的开心 然后能够在这么安全这么舒适 大概应该是说我们全南投县所趋一指的 相信对于我们虽然只有三十几个小孩子 可是他们一定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全舒适 然后又可以很大的一个运动空间 我们持续来争取 希望可以改善所有县内 比较老旧 然后比较不安全的这些相关的运动设施 让我们今天平临国小有一个新的跑道的一个产生 那也希望说藉由这个健康跑道的一个产生之后 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这边求学的环境 能够更加的 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 另外被拿地区共资林里优寒 本乎中建筑到自来水公算安等 并且利用到好好停车里的空间 来设置到加压站 你们尽管柳顶人也来进行非常了解 出来水有这块用地找到了 我们就马上可以解决这个用水的问题 大概马上就要施工 将来这个加压站设置好之后 我们九九方会积极地在开发 大概马上就要动工发包 将来我们第一次先要把那个 海气球先把它做好 本请有感谢到好好的配合 提供土地来建立立我完成的用水的设施 改成为哪儿地区用水的问题 记者 您先 藏佛都